野马出话 看病诈到火辣人妻 回家黑小爱到不起座 那对方已经是人妻了也无所谓吗 基隆是一名36岁张姓工人 今年6月很有香精心 到医院看诊解球影 缘分啊很难说的 他杀到一名也来看诊的人间凶器 火辣人妻 他主动搭讪 人妻说老公最近常常乱骂他 都不爱他 为了安慰人妻 他只好把人妻带回家 两人 开启 开启 了五六次 但是人妻怕偷吃被抓包 很快就提分手 他无法接受掌握人妻 海战 我要杀了你全家人 人妻回家后 马上跟老公求诸报警 夫妻毕竟是夫妻 床头吵床尾河嘛 老公也陪同对他提告 人妻怒告他强制性交 妨害自由 说是因为喝了被下药的 David Day 才被迷奸 不过检方认为 人妻平时就有吃安眠药习惯 Sendry Pay也没有验商单 日前检方对工人 不起诉图份 东新闻 只能够笑说自己 说才多情 偷倒 2 0 0 0 1 1 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